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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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這咱們真正是歐美債 這是讓很多的投資人 包括讓很多的產業 現在是頭下摸在收 我們看到了包括我們的 以電子出口為導向的這些產業 特別是現在所謂的四大產業 在面臨的寒冬 我們也看到有很多的 這些公司開始在實施的無薪假 甚至有一些裁員的事項產出 那面對這狀況 我們該怎麼辦呢 現在政府雖然說要提供的2萬個 老委員會今天說會提供2萬個 短期供的機會 但是實際上在台灣的 以出口導向這些電子業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些電子業的類別 其實它應該要進行轉型 或是該怎麼做呢 在我們今天節目中 我們要一起來探討這個問題 同時我們今天現場 請到了四位來賓 首先我要介紹的是 工研院產經趨勢研究中心的 電子研究組的組長 鍾俊元 鍾主長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二位其實就是業界 在業界這個是很久的時間 前恩智埔半導體台灣區的總裁 呂學政 呂總裁 各位觀眾大家好 接下來是政治大學資管系的 講座教授梁炳 梁教授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大家好 最後是104人力銀行 南區營業長余林彥 主持人 各位來賓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首先我們要來看一段PCR 我們知道是說受到歐債的危機 還有美國陷入二次衰退的一些 疑慮還有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說很多業者 看到了說現在這個整個 一個出口的景氣相當不好 甚至台股也面臨著上衝下洗 這樣一個狀況 那到底全球二次衰退的陰影 是不是真的存在 來看一段PCR 受到歐債危機 以及美國陷入二次衰退的疑慮 影響 多重利空衝擊全球股市 歐美和亞洲股市 近期上下震浪劇烈 台灣的景氣訊號 也從九月份亮出 二十三個月以來 第一顆黃藍燈 顯示第四季的景氣出現景訊 主機處也將今年經濟成長率 預測下調到4.81% 目前我們出口結構 新型市場包括大陸 包括東南亞比重佔得很高 所以假的是以歐美的 再興發生的 這一些困難為主的話 我想只要我們的新型市場 還能夠一定的動能的話 台灣應該挺得住 雖然財政部認為台灣 第四季的經濟狀況 依舊挺得住 但電子業的龍頭 台積電董事長張周摩認為 全球性的消費不振 確實已經影響產業營收 未來是否復蘇 還得看歐債問題能否解決 而且根據人力銀行調查發現 第四季只有五成的企業願意征財 面對公司業務緊縮 另外有近五成的企業 採取人事凍結 欲缺不補來應應 其次是加班管制 鼓勵休假 以及雇用約聘派遣人力 欧美的訂單減少了 受到他們的經濟景氣影響 所以一旦訂單減少 可能在國內的包括科技業 或者是一些貿易 零售產業都會大受影響 不只有業者擔憂 外資也不看好明年的景氣 學者分析主要還是受到 歐美債券危機的拖累 台灣在第四季訂單和存貨 能見度不高的情況下 今年第四季和明年的第一季 景氣都不好 全世界來講 它的經濟的有效需求都不足 那也因為全球化 其實讓很多地方都產生 嚴重的失業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 這個占領華爾街事件 在世界各國都在延燒 學者也表示 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世界經濟的重心 已經從西方轉到東方 台灣下一步就是要加速 排除投資障礙 引進更多投資機會 才能強化競爭力 而政府也應該改變以往 出口為主的產業政策 擴大刺激內需 才能維持本土經濟的動能 到底未來的景氣究竟如何呢 真的是景氣的寒冬到了嗎 我們不妨先來看一下 這些科技大佬 他們對於未來景氣的看法 首先我們看到的呢 就是台積電的董事長張忠謀 他說下半年呢 半導體的景氣感覺跟這個金融 風暴那時候非常的像 當然那時候的景氣在2009的第二三季 忽然拉起來希望這一次也是如此 但他在前陣子也說 好像燕子都還沒有看到 燕子沒有來 那鴻海的 鴻海的郭台銘他是說呢 現在的全球景氣是嚴峻 那他們會加碼投資 會先蹲馬步等著下一波 那鴻基的董事長王正堂是說 PC的相關的Windows的生態系統啦 收了一些新產品 他們期待是說未來兩年應該是成長可期 這些是一些科技大佬他們看景氣 但是梁老師我想先問一下 你們自己來看這個景氣究竟怎麼樣 目前我們的感覺啦 就是說像我也其實剛從歐洲回來 那其實目前的感覺就是整個景氣 確實恢復得非常緩慢 那這緩慢當然主要其實很多是心理因素 因為在經濟學上我們有這個乘數效應 乘數效應就是說 我每個人都花一塊錢 事實上這個社會可能收入的是 五塊錢的效果 那現在因為大家都保守 所以保守的話 他就會有一個去杠杆化 那自然就造成說大家不願意花錢 那一個人不花錢 你少花一塊 可能整個社會就少了五塊錢的 這個消費能力 所以就造成很多產品就滯銷 那滯銷以後廠商保守 保守以後他的庫存就減少 減少訂貨 那自然他就一個 整個我們有的時候叫牛邊效應 就是他就會把整個這個需求 就整個壓下來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目前一個 心理因素帶動 再加上實際上因為歐債的問題 確實短期沒辦法解決 所以造成這樣的一個比較 看起來是目前有人在講 現在是在停滯 然後整個在停滯 或者是一種膨脹性的衰退 那這個確實是過去 只有在70年代石油危機曾經發生過 叫停滯膨脹 那現在看起來有點類似那樣的狀況 那個當然看起來沒有那個時候那麼嚴重 但是確實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歐債危機 一個國家好像剛處理完 另外又爆出了一個國家 對 沒有錯 又一些這些情形 那也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真的全球經濟在短期之內難以復甦 甚至會有一些二次經濟衰退的疑慮 真的是這樣嗎 這個因為要經濟專家來看 那以我的感覺是說 即使它不是衰退 但它等於是一個停滯嘛 停滯是一種延緩的衰退嘛 就是你沒有 等於說用一些經濟手段 比方說我們擴張消費啦 刺激經濟 讓他本來是可能這個人 應該躺在床上了 現在只是可以坐起來這樣子 所以整體上來講 當然狀況不好 這個我個人是這麼感覺啦 那如果是這個問題的話 那因為我們台灣都是出口 而且電子業又是我們的大中 所以那個中組長 根據你們目前最新的這些趨勢跟研究 到底這個景氣啊 真的是說上半年 明年上半年都還看不到什麼好狀況嗎 現在看起來 在明年上半年的確是 還不是那麼的明朗化 那主要是歐債危機 還有中國他在整個經濟也踩煞車 所以在整個消費力不振之下 可是供給面過去投資太多了 所以供給供大一球 所以說看起來是短期之間 還看不到這個出口 所以你們在這段時間所做的研究 都是大家至少要撐到明年中嗎 似乎整個景氣是這樣子 這是包括所有的電子產業 還是有一些特定的電子產業 一般大概都如此 尤其是我們台灣所都以製造為主的 以零組件為主的產業 尤其會面臨出海口的問題 所以那因為如果說按照這樣子的話 其實大家會很擔心會不會像2008年 那個金融海嘯來的時候 那個無薪假又來了 那個無薪假那時候真的很可怕 一口氣就幾十萬人沒有工作 在那段時間沒有工作就沒有 沒有薪水收入 那這段時間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老委會目前的一個最新通報 老委會在10月21號第一次通報的時候 說只有三家 然後那時候協議的人數是一千兩百多人 然後但是電子資訊工會鋼匯 他們自己估計是有20家 然後是有2.1萬人受影響 然後到了11月1號呢 老委會公佈的是12家2800人 然後但是電子工會公佈的是63家 將近3萬人受影響 到了最新的這一期 11月16號說目前受影響的已經有48家 然後有5萬多人要放無薪假 然後電子工會估的這個數字 又遠大於這個官方的數字 是75家 我們不曉得說像那個林燕 你們現在手頭上的資料 這個數目字就你們所知是介於兩者之間呢 還是說偏向這個勞工他們提出來資訊比較正確 我覺得可能政府單位的資訊會比較樂觀一些 但是呢民間機構所調查的可能會不會又太悲觀了一些 那從人力銀行這邊其實我們每個月會去做不同產業 它的需求的一個變化 那如果從11月份跟10月份來做比較 我們在出口導向有三個產業 其實明顯是比例下滑有超過10%的 第一個就是光電跟光學相關業 第二個是電子零件相關產業 第三個是半導體業 也就是說在人才的需求上面 從11月的比較 大概都在10%左右 減少 減少的幅度 有10%左右 而且這個不是只有在這個月減少喔 它已經是從8月份開始持續在做減少的過程 所以其實實際上在這個電子相關產業它在受影響 其實早在幾個月之前不是說這一個月大家才討論的病病 所以說早在已經點點才開始了 那但是呢 我們今天也看到了 因為面對著這樣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這些 經建會的這個主委劉毅如喔 他今天報紙上說他今天有到南部跟南部的這些產業來做談 他說南部的產業業者跟他講說 休無心價是北部北部的市南科這邊還缺人真的是這樣嗎 我覺得還是跟產業的結構其實是有關聯性的 目前休無心價首當其衝的大概是在代工產業 如果他的公司的結構裡面是屬於代工的 基本上受影響的比例是比較大的 可是如果還是偏重於設計類的 IC設計軟體設計 這一個部分其實還是缺人的 還是缺人的 所以那其實像你們那邊有沒有接到一些資訊 比如說像比如說最近被列為 協議影響部長說不要再叫人家四大產業 要卷成要叫四大產業 那像四大產業的部分呢 他們是不是在無心價修的部分真的有比較多 這個部分其實剛才我們說了四大產業裡面 我們看到其實我們把我們這邊的分類 我們看到的狀態其實有幾個部分 的確是有一些影響的招募的部分 第一個LED 然後DRAM 剛才其實呂處長那邊有提到 DRAM還有面板 這幾個部分還有筆電 這幾個部分我們看到的是影響幅度比較大的 包括筆電的這個部分 對 就是代工這組裝的部分嗎 是 如果按照這個樣子的話來看 其實無心價的一個情形恐怕會比官方太樂觀 然後民間估的太多 所以要加起來除以二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就是說 我們知道在2008年就是2009了 2009那個因為比如說中國內需還有他的家電下鄉的政策 讓整個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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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呂總裁因為您過去在兩岸也都有過這樣的一個工作的經驗 那您自己來看呢 這一次 呃台灣的電子業如果說 呃稍微 景氣要好一點或是說希望夠回春的話 能夠指望中國這邊再做出嫌妙政策嗎 或是說其實還是要等歐美 呃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因為 呃中國他其實還滿大的一個部分還是要 呃靠出口 嗯 雖然他們很希望說用內需來拉 嗯 但是因為有些這個通膨的問題他們又在控制 所以這個地方很很難處理 那但是要到歐美的話 他就是面臨到很多國家 面臨包括台灣一樣的問題 嗯 就是這個這個歐債的問題 那美國目前的事業還是滿嚴重的 嗯 所以所以他們本身在這上面也是 現在正在掙扎之中 就是他們自己也在做調整 他們自己也也也水生火熱 所以所以這時候要靠他們可能 跟前一陣子的情況是不太一樣的 那那那那那那這下子該怎麼辦 該該該靠什麼呢 梁老師 其實喔你 美國的失業率喔 現在官方公布的大概是百分之九點多啦 大概百分之十啦 那一般大家相信的是乘以二啦 所以大概美國的整個失業率大概 包括隱藏的失業喔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說十個人裡面有兩個人沒有工作 那比率相當的高 那你就要想說台灣現在百分之五左右 百分之四百分之五 其實相對而言是好很多了 因為美國很多 他的整個狀況確實是非常不好 那歐洲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方說像歐豬 我們講歐豬五國嘛 那基本上他們都在不斷的在 政府在縮減預算 因為他牽涉到整個公債的問題 那所以他的失業狀況其實也非常的糟糕 那當然失業他就不可能去買什麼筆電啊 買什麼大的LED電視就不太可能嘛 所以自然這個消費就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短期之內我覺得要很快的起來 我相信是很困難的 那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度這種 冬天的這個打算 就北極熊度冬天你就要想辦法 怎麼樣來度過這個寒冬 然後能夠把這個氣 因為產業是這樣 你的氣夠長 你度過了以後 可能過兩年你就有一段好景 你要把這兩年沒吃到的都賺回來 但是你度不過就完了 所以你就是怎麼樣去度這個冬天這樣子 難道就是電子業現在大家要比氣長嗎 對啊沒錯 就比氣長或是比你手頭上的現金量多寡嗎 對 如果 來 劉仲台 那個我補充一下 就美國的這個失業率 他其實他在定義上面 他把那個一年找不到工作了 或者沒工作一年 他就排除在外 所以事實上就像鳥老師講的 他的失業率還蠻嚴重的 那以我們現在短期來看的話呢 可能還是要重點要看歐債的部分 因為那個美國其實他也受歐債蠻多的影響 那歐債的這個高峰期 就他還債務的高峰期 可能在明年的第二季 所以 那當然這個第一季第二季能不能安然走過 可能要看歐洲這方面的努力的程度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要 預測也不太容易預測的準 要看他們 那現在 以目前來看情況 並不是那麼樂觀 因為我們期間是講這個歐洲五國 但是最近 最近的這個發展看起來這個 有這個豬瘟在擴展的這種效用 什麼比利時這些 分蘭荷蘭都慢慢 所以這個部分情況是蠻嚴峻的 所以我們也是很寄望就是說 歐洲他們本身 我相信他們有能力 但是他們要加把勁 把這個問題把它克服掉 所以總組長 如果按照這樣子看 你看要靠歐美外銷 然後中國大概利多現在也下不來 那台灣的電子業真的要準備 進入冬天了嗎 其實我們看過去韓國三星 他的投資都在最低潮的時候 加碼投資 那其實在等景氣上來的時候 他的市占率就擴大了 那對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應該把那個 尤其在研發上面 要再加把勁再多投資 那為下一個春天來做準備 那重點是 目前的台語說 錢只要不然要怎麼打拼 這又是一個大問題 的確是 所以那目前這業界 廠商他們的反應怎麼樣 我覺得大家現在就是把氣 能夠像梁教授講的 氣要夠長 所以才會有一些五星下架 的那種措施出來 但是這有時候 亂企業是不得已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一個經驗來講 因為各個產業都有上有下 那一般來講的話 在生意很旺的時候 你很多事情沒辦法做 因為光趕貨幹什麼 但是像這個生意比較差的時候 這個就機會很難得 就像剛剛宗主長講 你可能有些投資的部分 研發的部分 那麼員工訓練的部分 這個平常你實在找不到時間做 在我們平常的機會來講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那當然你本身氣要夠長 你要撐得住 那這個就平常你必須要有所準備 也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就是說 你居然要能夠思維 就是說這個時間是剛好讓大家 那些大廠商們 廠商們大家 老闆可以冷靜一下嗎 冷靜一下思考 對他要調整體質啦 因為每個廠商他在 趕貨的時候 那個時候一定你什麼人來 不管好人壞人 你趕快急著要用 那有些員工他可能訓練的不太好 有些員工可能流動率很高 那利用這個時候 剛好是一個整個調整體質的時候 就是說把內部的這個交易訓練 研發等等這些做好 甚至這個時候 廠商有些好的廠商 他以前找不到的這些員工 好的員工現在可能找得到 為什麼因為有些公司 他經營不善 他那些好的員工會離職 他會願意到一個好的公司去 所以會讓這個人才慢慢集中 那這樣的話對那些好的廠商 優質廠商 他等到這一段時間過去以後 他的體質就更強壯 所以他的競爭力就更好 我們其實要問了 我先請問一下中組長 為什麼我們現在台灣的 電子業的景氣循環這麼快 這個產業變化太快了 剛剛提到 我覺得有可以補充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整個景氣的時候 你要是研發的時候 要有一些產能要控出來的話 找不到 可是這時候有 我們就加把劑去研發 可是如果 但是講到 但是這牽涉到 一個很殘酷的事實 對於很多 投身在這些電子行業的 這些民眾來講 他們在這段時間 他們就必須要 第一無限價 或二遭到被裁員的名譽 對他們來講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措手不及 因為這個其實是政府政策上的一個 產業政策的問題 這個其實政府真的要好好去思考的 從很多年前我其實就 其實蠻反對政府 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電子業 因為那個時候 你大家看到電子業是快 人家叫quick money 就很快的賺一筆錢 但是你很快的就會燒掉這些錢 那可是你去看 你沒有聽說中鋼在放無薪價對不對 你也沒有聽說台塑在放無薪價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產業 它賺不到很快 不會說很快 我一下子賺一大筆錢 但是它也不會說 突然這個一夜之間 所有的產品都沒人要了 所以就是說 這是一個產業政策裡面 怎麼去平衡的問題 那如果說按照我們回頭一樣 就是政策平衡 產業的平衡是一回事 那我們剛才提到就是說 面臨了這個就業機會 工作機會 牽涉到民眾的一個家庭 比如說 老委會主委王盧璇今天說 可能會釋放出 兩萬個短期工的機會 但是我比較不解釋 香菱燕你來看 兩萬個短期工的機會 跟這段時間 如果有人因為放無薪價 或是被裁員 他們真的是 這些工作是搭得上的嗎 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嗎 其實短期工這個工作職缺 不是今年才出來的 其實每一年政府 都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基本上它來協助的是 對於一般民眾可能專業 比較沒有那麼要求的工作機會 其實是很普遍的 那目前來看 就是整個產業結構 除了電子產業以外 台灣現在我們的觀察 是住宿餐飲服務產業 崛起的非常快 我們看到有部分在放無薪價 可是我們看到 餐飲服務產業 它是大量招募 所以如果從這邊的產業結構 如果它是在代工廠的部分 它做的工作是比較 替代性比較高的 可以它試圖來轉到 現在產能比較需求比較大的 住宿餐飲服務產業這個部分 好我們待會要持續回到 南部來看 我們繼續要討論的 目前的這個景氣一個焦點議題 就是四大產業 那這個部分呢 政府會有什麼樣措施 而且這措施是不是真的 能夠幫助這些產業 能夠起始回升 我們知道有很多產業 目前面臨存亡之際 那這些該怎麼做 怎麼做可以把這些產業救起來 我們待會兒繼續回到南部來開看 我們待會兒繼續回到南部來開看 報公式電視募款的節目 那當然很多觀眾朋友打電話進來 會問問說奇怪了 我為什麼要捐款給你們公共電視呢 對 大家都會這樣疑問嘛 對啊 讓我在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公共電視是 非營利性的電視台 完全不靠商業的廣告 爭取廣告費 因此不受商業機制的影響 也因此收視率跟廣告 不是我們製作節目的唯一考量 公共電視希望有更多的資源 能夠協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做出一些為特殊族群 尤其是小眾弱勢族群的優秀節目出來 所以我們公視的經費方式 都是靠每年兩次的電視募款 告訴大家公視的理念 告訴大家經費的需求 所以請大家一起支持我們公視 其實像在美國 他們大概就有350個地方性的公共電視台 在每年的3月 8月 12月的時候 他們會一年舉辦三次 為期一到兩週的電視募款節目 目的就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您可以用個人的名義或是家庭的名義 捐款給我們公共電視 這些經費我們會用在電視台的營運 還有節目的直播上面 所以我們更應該把這個消息 傳遞給每一個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我們公視 因為我們公視做了很多 很好看的優質節目 是 趕快 022633992 022633992 那現在呢 馬上就要歡迎 非常支持我們的感恩基金會的執行長 吳龍山 吳執行長 方言執行長 大家好 我是感恩基金會 吳龍山 好 執行長其實感恩基金會 跟公視一樣都是非營利組織嘛 而且你也捐款給我們公視啊 讓我們公視做出了一系列感動人心的故事 那想問一下執行長 非營利組織到底是什麼呢 給我們社會有什麼幫助嗎 對 非營利事業組織 就是不以商業目的來運作 所以為了負起共同的社會責任 比方說我們沒有對立 我們有理性 而且有好好的去對話 而且都講出來想要講的代表各方 也沒有黨派 所以感恩基金會 也感覺到公視是一個媒體的模範生 我們希望跟他一起來負起社會責任 我想執行長剛剛所講的這些 有對話沒有對立 其實就是我們公共電視政論節目 有話好說 他的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對不對 我們有話好說的節目精神 就是希望可以這樣子 並且討論議題的 完全都是跟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 是對 所以我們跟公共電視的合作 比如說像感恩故事集 是 就是在我們台灣這塊土地裡面 感人的故事 非常有動容 我們把它做出來 然後傳播出去 讓這個社會更和諧 是的 好 是的 如果大家想要維持台灣媒體的 一塊淨土的話 請大家趕快撥到我們的捐款專線 022-2633-9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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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有回饋好禮喔 1000元的話可以獲得 彩色龍抱著 那第二個選擇的話是 2012公視日志桌陵 那2500元的話可以獲得 音樂饗宴 DVD四片對不對 對 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一起來 捐款頂公視 做好更多次 歡迎繼續回到南部 我們今天要討論就是 對於我們目前呢 深受的這個歐美債的危機 波及 那電子業現在面臨的出口寒冬 那另外呢 電子業當中的四大產業 像D-RAN 面板 LED 太陽能 這目前呢又被列入出說 政府必須要趕快 替他們想點辦法的 這幾個產業 但是這幾個產業 到底真的能不能救 該怎麼救 我們這一趴 我們要繼續來討論喔 首先我們要來看的就是說 對於這個所謂的四大產業 昨天那個經濟部長 施言想說 你不要叫他們四大產業 但是他們面臨的 現在跟銀行的這個 借的錢真的是多到不得了 多到不能到 那 那本來銀行業還說 今年還不錯 應該有一些年終 但是看到如果說 真的看到他們 在這些產業上面的曝險 大概 大家覺得說 可能連年終都沒有了 那對這些產業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那這些產業 現在老闆 要自己怎麼因應 政府可以做什麼事 來看一段BCR 面板大廠有達前三季虧損 高達406億元 每股虧4.6元 日期也傳出 因為營運不符合預期 因此一級主管 全部減薪15% 過去幾季的營運成果 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們的高級主管 就是也為了要為股東 也做出一些負責任的態度 不知友達今年營運狀況很差 面板業的另一個大廠 奇本電銜三季 也虧損了444億元 面板業寒冬乃林 有學者認為 政府過去投入大筆的資源 在科技業 卻沒有發展出核心技術 因此景氣反轉 面板業就蒙受巨大的虧損 看起來規模很大 但是由於技術 它沒有在台灣生根 所以你當景氣一波好的時候 你沒有關鍵技術 你這個時候你就很難 跟其他國家的廠商做 尤其韓國做一個消價競爭 和面板業面臨同樣困境的 還有DRAM產業 主要大廠前三季合計 就大虧582億元 目前政府正積極協調 日本與台灣DRAM廠整合 希望台灣過去引以為傲的 兩兆產業能贏回競爭力 至於被政府視為重點 新鮮產業的LCD 和太陽光電產業 今年的狀況也不理想 都面臨產能過剩 以致爆架始終沒有反台的跡象 為了避免布上 LED和DRAM的後塵 業者也希望政府出手相救 提出增設出海口 照明補助等政策的建議 LED產業跟傳統的照明產業 怎麼樣做一個結合等等 另外像標準這些其實也談很多 像LED路燈的標準 事實上政府也有蠻多的 花了蠻多力量在這方面 所以整個來看的話 其實業界的心聲應該 政府也聽到 不過學者也指出 電子產業近幾年經常面臨緊氣緊縮 就陷入大量虧損的困境 但以我們主要的競爭對手韓國來看 韓國這幾年的競爭力大幅的超前 除了有政府的大力扶植之外 韓國相當重視在地生產 將具備競爭力的技術都留在本地 而台灣有許多的中小企業 規模雖然不大 產品卻都是世界唯一 相當具有特殊性 也建議政府檢討產業政策 平均分配資源 才能減少減氣反轉的風險 好 我們要先來看看 到底在這一波的 這個布景氣當中 電子產業 特別是我們說的所謂的3DES 這幾個產業 它到底受到波及的 相關人數有多少 那該怎麼辦呢 首先我們要來看的就是 在電子產業的就業衝擊 比如說LED產業呢 它的就業人數有 大概有這個 一萬三千多人 那另外呢 LCD的產業呢 就有五萬多人 那太陽的產業 大概有一萬四千多人 那半導體跟DRAM是最多了 有19萬多 那另外在PC產業 也有3萬多 所以加起來是30萬 就是我們一個最新拿到的 一個數目字是 大概30萬人左右的 那我們要來看看就是說 以前大家都說很好聽 兩兆雙心 兩兆雙心聽起來都非常的大 但是我們看看 兩兆雙心裡面的這兩個雙心 就是DRAM跟面板 這段時間真的面臨 我們剛才在BCR裡面聽到的 每一個廠一虧損都是這麼多 幾百億幾百億 我們剛才也提到了 很多銀行 台灣銀行 銀行股最近不好處的 受到歐債益影響之外 其實也受到這幾個 廠的這個借貸影響 所以到底這個產業 楊老師你看 到底這些產業又成為 一個救急的產業 該怎麼辦 那這些產業 是不是真的過氣了 真的是就需要 有些人就說 該倒就應該讓它倒 可是背後你看 建設了又這麼多人 對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這些產業 其實我們應該 政府應該好好做一個評估 那就經濟的角度來講 其實不是說它虧本 就一定要讓它倒 因為它虧本 其實你要看 因為我們講說是 邊際成本跟邊際效益 有的時候它雖然 這一家公司 比方說像奇美 奇美可能虧了 但奇美背後 還有很多它的供應商 也許它有些供應商是賺錢的 那再加上它的就業本身 它對整個社會 是正面還是負面 有的時候它虧了一兩百億 可是對整個台灣社會的貢獻 可能還有相當的貢獻 那你應該是想辦法 要去救它 讓它能夠做起來 或者度過這一段 困苦的時候 那有的產業 是完全是負面的 也就是說 它對台灣的整體貢獻 已經是負面的 變成那樣子的話 那你就要考慮說 怎麼樣讓它轉型 或者怎麼樣把它收起來 這樣子 所以我想針對不同的產業 我們政府應該好好去評估 這個政府有完整的資料的 包括你的就業 包括你的這個 對股東的貢獻 包括整個的投入跟產出 做一個分析 我覺得這個是有必要的 所以這問題接下來 應該要請教中組長了 梁老師講的 應該都有一些分析 那比如說像這個 DRAM跟面板 他們真的就是一個過期的產業 只是因為目前虧損了這麼多嗎 我不認為它是過期的產業 因為在整個 在未來的需求裡面 還是每個地方都需要面板 每個地方都需要記憶體 那現在是我們產業 是面臨整個產業結構裡面 缺了一個出海口這部分 那出海口的部分 其實我了解政府也是在 很多措施在設法 把出海口打開來 包括比如說最近有一些 那個面板業在大陸都提倡 希望倡議大陸有一些 第二次的一個家電下箱 那另外一個我們跟日本的一個 一個合作也會加強 因為日本有品牌 那他也把一些組裝代工的 訂單往台灣下 然後也採用台灣面板 所以我們看到有些 可能現在採取的措施 可能要看到半年之後 才能看到更大的一個中效 所以如果其實按照目前來看 我們再度的來先看一下 在目前的一個幾個部分呢 就是四大產業他們的一個 最近的一個經營狀況 比如說以面板來說 面板來說 友達他是前三季已經虧了405億 那奇美電的前三季虧損更多 是到了444億 那DRAM以茂德跟利金為例 像茂德他8月底大概 頭片量只剩下兩成 產量剩下兩成就對了 那利金前三季每一股虧了 2.39元 那利金現在也是剩下股價 剩下一塊多 那LED 廣價跟逸光 廣價是有虧錢 那逸光是說賺得比去年同期少 那太陽人的貌底跟逸通都是虧的 面臨這些問題的話 比如說有人就說 那這一次 以前金融海嘯的時候 希望DRAM可以合併 那這一次又希望說 面板比如說像友達 像奇美可以合併 那中所長我想請教 這真的合併的來嗎 你覺得有其合併的必要嗎 我先說一下前面的虧損 現在目前我了解 這幾個虧損都是因為資本投資很大 那折舊的部分把虧損 但是在現金的部分 目前這些公司還是可以維持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自己有沒有合併的必要 我是覺得這每公司的考慮 那如果是從我們產業來看的話 合併兩個公司合併 並沒有特別高的忠效 因為它的產品組合 莫得它的一個客戶組合 沒有特別有分工的現象出現 而反而是大家面臨的出海口 合併之後也是沒有解決 這是我覺得還有上前還有一些文化的因素 合併之後並不是最好的解答 所以您覺得說其實合併不見得是一個最好的方向 但是像下個禮拜比如說 金鑑惠主委劉一如他大概可能要找 這個友達的李耀坤聊一聊談一談 那不知道談的是這一步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風聲 那另外當然是面板雙虎 他們自己覺得說政府的動向不明 所以他們對於是不是真的合併 他們也都是各自看看 所以楊老師你怎麼看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合併不一定是好的答案 但是他可以做很多合作 比方說因為我們的研發比較弱 那你每一家廠其實都不夠大 沒有像三星、LG這樣子 你能做獨立的研發 那他們大部分都是找國外的廠商 比方說找日本廠商取得技術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如果說他可以合作 就在技術研發上合作 其實比方說台灣有一個最成功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筆電 當初台灣第一次做筆電的時候 就是幾家廠商共同跟工業院共同做研發 然後把這個技術研發出來以後 每家廠商都取得技術 然後他們各自在去 在生產市場這一塊去競爭 那這樣的話他就 因為研發其實成本非常高 那你如果兩個合作的話 其實每人只要出一半的錢 你的研發就達到 就等於一加一大於二嘛 比較有這個可能性 那甚至你可以把研發公司獨立出來 然後變成說大家投資一個研發公司 但是你不要再去投資生產 你也不要再把兩個生產線 硬要把它合併 因為那個合併會很困難 所以你如果說做合作不要合併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會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按照這個方向來看 那政府其實就是大家 促成合作 促成合作只要去牽線就可以了 對對對 那如果說按照這個面板是可以這麼講 那比如說呂總裁你自己來看 像DRAM你說華邦他其實轉型轉得很成功 那大家這段時間一直都說 啊DRAM了解 了解了解了解 但實際上有一家公司他是有轉型 是看出這個市場取向還是 這個部分我先補充一下 剛才那個面板的這個部分 政府他目前有這個誠意 要聽聽那個業者的聲音說 要不要合 整合合作 我想這是很好的 但是可能要先了解一下那個 那個合併也好或什麼 到最後他的出海口有沒有出來 如果那只是說產能擴大 但是需求會還是沒有出來 那這個可能為門其利先看到其害 什麼叫其害呢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日本那個 目前也成立一個JAPAN Display 那JAPAN Display 他們是合併 合併完他們現在的計畫 就是說先裁兩成的人 因為合併你可以 可以有很多那個可以裁掉 所以如果政府的目的是說 要安撫這些員工就業率 你要小心 因為你這樣一合併 可能會有問題 對對對 我剛才那個李仲台提到 就是說你可能合併先裁掉的是白領 是白領階級是這樣對不對 比方說財務人士 財務人士那些 業務是目前都很缺的 各個產業其實 因為就人力行的調查裡面 現在最難找的人才是業務人才 也一直都是缺最多的 可是如果是在比較像製造產業的話 代工的一般的作業員的部分 其實當他訂單沒有到手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地方一定會先處理的 所以如果說在 雖然合併了 但是如果說真的 出口還是沒有 他的出口還是 對他的需求段還是沒有增加的話 那先蒙其害的應該是 最基層的這一塊 再逐漸往上 對 基層的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另外一個就是說 政府其實要考慮的是 你要把顧客納到你的那個 整個我們的產業鏈裡面來 目前我們其實是比較少的 早期其實像Notebook這些是納進來 比方說像紅海它跟蘋果結合 那就沒有問題 那所以像比方說DRAM 或者說LED這個部分 其實你要看市場在哪裡 比方說現在很多像太陽能 太陽能很多直接競爭者在大陸 那你如果沒有辦法有新的作為 其實你是一定沒有辦法競爭 在成本競爭上 像以前我們有學生他 去做一下市場調查回來 結論就很簡單就是不可能做 台灣就不可能做 那那個時候太陽能還是很好的時候 那就已經知道說他一定會完蛋的 因為你的競爭者 你知道你競爭者在哪裡 那他的競爭策略是什麼 你要弄清楚嘛 那所以我是覺得 比方說像有些比方說面板 那面板我們的市場在哪裡 如果市場今天 比方說我要走大陸 比方說像紅海它代工 它可能很多可以結合 那有些時候 你是不是要把一些客戶 納到我們的整個產業鏈裡面來 比方說那今天奇美店有問題 它需要資金 他可不可以找一些大陸的客戶投資 那當然這個有點敏感 但是問題是你今天都活不下去了 你還在擔心說他投資會怎麼樣 那今天他投資也許讓你的氣可以更長 然後你的產品的出海口就有了 就變成說他就變成你的客戶 那日本人其實常常做這種方式 他會投資他的供應商 他也會投資他的客戶 那這樣你的整個產業鏈就很健全 你受到他影響的這個程度會稍微小一點 不然的話其實老實說 以台灣因為我們整體 如果只掌握到整個產業鏈的一個部分 其實非常危險的 所以 梁教授講的蠻正式 其實現在政府有已經開放入資來台 可以投資最高10%的股份 可是現在目前大陸的彩電廠沒有來台 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為什麼沒有興趣 這有複雜的一些 複雜的因素在裡面嗎 那其實那個 余總長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大家在這段時間 又常常拿出韓國來做例子 都說韓國建庫讓他們可 讓人家雙低產業可 所以他們就可以往前衝 然後就是想贏者全拿 就可以打敗這個市場 您覺得說台灣政府需要這麼做嗎 我覺得如果談到韓國的話 韓國是我們可敬的對手 但是他們的一些做法 我們也不見得都要效法 比方說我們最近常常提到的那個三星 但是三星並不是讓人家很尊敬的一個公司 包括他那個喜歡做污點證 他會挖腳 他會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但是韓國或三星還是有一些可以 讓我們接近的地方 例如他們對人才的這種需求 跟人才的這種爭取 那麼他們的一個拼勁 那麼還有就是說我想 用這個 我選兩個這個國際評比 就是說台灣跟這個韓國 到底這個這個 一些調查機構他們怎麼看 那這方面有好有壞 我可能講一個好的 就是說這個競爭力 不管是在那個世界經濟論壇 或者這些調查機構來講 台灣的排名一直都是比韓國領先 大概在兩三年前都還落後韓國 但是現在都已經領先 而且那個領先是越來越多 那表示台灣的競爭力其實還蠻好的 例如說他的專利啦 他的什麼什麼等等 但是另外一個比較不好的消息 是說是經營的環境 這個是說世界銀行有調查 這個經營的環境 那經營的環境 我們是越來越輸這個韓國 所以這兩個訊息給我們就是說 其實台灣有很好的本質 但是是不是政府該做點事情 是不是我們民間該做點事情 讓我們可以利用我們這個競爭力 能夠把它發揮出來 我想這個是我們需要探討的課題 處長 我蠻同意你走台的剛剛的意見 就是說其實我們跟韓國整個產業結構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是以大企業為主 那我們是中小企業的比較為主 那它也有它的風險 因為據我了解在三星集團 占韓國的GDP大概18% 萬一是三星集團一倒的話 韓國整個都會垮 所以說對他們來講 雖然我們羨慕它整個大 垂直整合非常的厲害 可是它也會有極大的風險 所以真的是大到不能倒的是三星 不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幾個 沒錯沒錯 所以其實如果是這樣子來看的話 我們這時候也來看看就是說 面對的這斯塔產業目前所面對的困境 政府的這些政策 我們來看看說到底夠不夠 或者說或許也不需要做到那麼多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看就是 政府拯救斯塔產業的措施 比如說面板產業呢 在最近已經有訂單有增加 有比較好一點 那要促成友達跟其名整合的機會 那我們剛才有講過了 那DRAM已經只是經濟部 要進行台日常的整合 如果整合成功就可以不必付 那麼多的全力金 講的應該是日常的EBIDA 那另外這LED的產業是 看看是不是能夠我們在台灣 選擇一些合適的城市 然後來進行公共照明 來使用LED的照明 那太陽能的產業就是 減到這個太陽能光電 這個收購的價格 同時要推這個綠屋頂 可以綠屋頂這些 我們要來看的就是說 其實前兩三年我們記得馬總統是很鼓吹 在台灣現在要節能減碳 然後要環保意識抬頭 那這些都是當那時候前一兩年而已 都覺得這兩個產業都是當紅的 那怎麼突然就出現這樣的狀況 政府可以怎麼救嗎 就我們剛才講的這兩個 比如說選擇這個城市多 讓這個城市多做一點LED燈的 然後還有減好光電收購價格 這樣就夠了嗎 對 我覺得這樣子 就是說這些措施當然 你永遠都不會夠 因為一個產業那麼大 你政府能夠撐的也是有限 但是不如小補 因為我們剛才講對廠商來講 它經濟不好就是它一個 調整體質的機會 那現在因為經濟不好 經濟警惕不好其實就是一個政府 來調整社會體質的機會 所以一般在經濟學上 它大家都會強調就是擴大支出 所以比方說在大陸 它就是用這個擴大內需 那我們也一樣可以擴大內需 那擴大內需 當然我們可以針對特定產業 可是現在其實大部分政府在做 面臨到一個比較大的困難 其實擴大內需以後呢 等到景氣好的時候它收不回來 因為現在都不能加稅 所以變成說現在錢放出去 結果每個政府就債務越來越高 然後大家每次選舉就政策買票 所以就是大家都加碼 然後都是別人出錢 我不要出 所以我常開玩笑說 如果今天一個候選人 我說我當選以後給你一千塊 我就要買票 可是我說我當選以後 政府給你一千塊 這是合法的 這個是一個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就擴大內需來講 我覺得政府可以多做一點事情 在這個階段 但是它應該是要說 那現在這些錢 將來緊急好的時候我要收回來 因為你不收回來 將來政府就破產了嘛 也就是說你在什麼情況下收回來 或者你要有一個落日條款 或者什麼這樣子比較才有辦法 不然到最後 其實你去看2008年最慘的時候 美國加州政府破產 所以美國加州的公務員放無薪假 你很難想像 阿末那時候主政的時候 阿末那時候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 現在還是應該做啦 而且可以多做一點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但是它將來要收回來 做這樣夠嗎 也許還可以再更多 但是這個當然還有程度的問題 比方說你說做陽光屋頂對不對 嗯 你可以做百萬座 可以做兩百萬座啊對不對 那這個只是說看政府 現在要投入多少的預算 下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還是強調 你要能夠回收 景氣好的說要能夠回收 不要景氣好又減稅 那一減稅到最後大家 其實好的就賺到廠商 然後景氣不好的是 政府拿去補貼 大家的錢 因為這個錢都是 所有老百姓 大家共同出的嘛 那他應該說景氣好 比方說好 那你這個出去以後 將來太陽能廠商 景氣好的時候 我要有一個特別稅 把這些錢回收回來 那以後你才能再有錢 去救他們啦 不然的話你就 到時候景氣好又減稅 然後這個景氣不好 又要借錢對不對 那你這個政府 就很難撐下去啦 所以如果其實 按照這樣子來看 這是其實蠻不錯的建議啦 但是我們也看到說目前在台灣 台灣常常被人家詬病說 我們都是代工多啦 那研發少 那甚至現在的代工 也賺不了什麼錢 我們說三道四 其實人家 業界說的毛三道四 就是三趴四趴這樣子 那像呂總臺 您覺得來看是 這種搶毛利的 這些電子產品 是不是也該轉型 如果提到那個代工的話 當然當然在台灣 很多人是認為說 我們品牌做的不夠 那代工業必須要專心 那我個人倒是認為 代工業並不是不能走的路啦 其實代工業還在整個 整個產業鏈來講 它還提供一個 蠻好的一個出路 怎麼說呢 就是說一家公司 但是它可能有熔 但是並不是每一家同時的這樣子 那麼如果說我們在某些 某些作業流程給代工做的話 它可以這個接上不斷 這家少更好 它的產能它可以這樣子的做 所以代工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是一個不錯的設計 像我們台積電什麼什麼 這些都蠻好的 那麼 比較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說 代工業它們會不會自己 這個殺價競爭 這個問題 因為代工業不一定就是說 要毛利很低 那個毛利低是你自己願意低的 就是我跟你砍價為了搶單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 台灣這方面 或者甚至是華人這方面 這個是大家可能自己要檢討了 而且代工業在台灣 我是覺得因為它的 這個勞動力的門檻比較低 它其實對造就那個就業方面 是不錯的 你如果全部都一下轉到那個什麼 這種比較科技或什麼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辦法 轉型成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代工業是可以鼓勵的 但是它有些部分要 自己要做一個檢討 好 另外我們還要來看一個VCR 就是面對了這個韓國 南韓跟美國簽了FAT 有人會覺得說 這對台灣的這個電子業 比如說這個關稅的部分影響很大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樣 來看一段VCR 美國總統歐巴馬 與南韓總統李明博握手 美韓自由貿易協定FTA 正式簽訂 這麼一步也驚動台灣產業 因為目前除了電子產品 出口美國零關稅 台灣跟南韓的產總產業 處於高度競爭的態勢 一旦南韓取得免稅 台灣廠商勢必受到影響 乘以相關的這些產品 它的平均稅率大概是11.3% 那最高是到32% 所以美國如果給韓國零關稅的話 對我們來講 就有這個關稅上面的這個差異 美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 將在明年1月1號生效 由於台灣和南韓市 產業競爭的對手 進一步預估影響總金額 恐怕高達118億美元 政府也強調將會謹慎因應 還有30幾%是還有關稅的 平均大概3.5%美國的關稅 這中間會有一些我們跟韓國競爭 是比較品項相同的話 會衝擊大 那有些如果有區隔 有區隔它的衝擊就小 這個是從大豬去看 那終究我們要因應這個狀況 政府也估計台灣的GDP 將會因此減少0.044個百分點 學者指出 除了加強台灣產品的競爭力 最有效的方法 還是得盡快跟美國簽訂 自由貿易協定 美國的話可能FTA簽署 不會一步到位 但是我是覺得要 慢慢要有一些進展 但現在看起來是完全停滯 學者表示 要跟美國簽訂FTA 就得面對美國牛肉扣關的問題 還有大量農產品進口 對台灣農業的衝擊 但歐盟 美國先後和南韓簽訂FTA 出口導向台灣 將遭遇越來越多的關稅障礙 如何讓台灣的廠商走出去 成了政府和民間最大的難題 楊老師 簽這個FTA 真的對台灣的電子業 是一個沉重的壓力嗎 當然會有影響 但是我想台灣可能 影響要看程度 不同的產業 它程度完全不一樣 因為其實美國現在 對電子業來講 可能不一定是台灣最大的一個市場 因為很多都經過大陸迂迴出口 那如果迂迴出口的話 它受到的影響 就不是直接台灣的影響 雖然都在台灣接單 但很多出口都不是從台灣出去的 那當然每個產業不一樣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是 美國在推那個PTT 就是整個泛太平洋的這個夥伴聯盟這樣 那所以這些東西就是說 以我們過去跟美國的關係 那我們要怎麼樣建立一個 比較緊密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東西 它最終的市場還是在美國 雖然目前台灣很多都經過大陸迂迴出口了 但是它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市場 而且這個要怎麼樣去維持 在這個市場上的競爭力 我覺得這是政府要好好去思考 所以提到這個 李總裁我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 那這樣子台灣跟中國大陸 這個淨核關係該怎麼看 特別在電子界這一塊 大陸這邊的話 當然不可諱言 就是說他們的這個市場是 我們也很需要的 因為台灣只有這麼一個島內的話 那市場是不夠的 那麼他們也慢慢的 有一些技術他們也起來了 那起來當然 如果要跟台灣比的話 他們當然還是有一段時間要追趕了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要提到這個競爭力的話呢 或者競爭對手的話 韓國才是真正的競爭對手 目前來講 南韓還是真正的 大陸 你可以說它以後可能是 但是目前 你反而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合作的對象 我就舉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就是說像前一陣子在提到這個上海的地鐵 上海地鐵有這個交通卡 但是它跟這個捷運 台北的捷運卡 UV卡跟高雄的這個捷運卡 都不能相通的 因為規格不一樣 但是我們就在想 同樣都是我們又來往這麼平方 為什麼不能稍微談一下 然後一個晶片卡到時候都可以用 所以這個合作的機會其實是蠻多的 那我是覺得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大陸我們其實可以好好的跟他們 在這個策略上面做一些整合 那也有人說現在台灣的電子業 是應該去發展雲端發展軟體 香菱燕我不曉得說 目前在這一方面的廠商 他們真的有開始有這樣的需求量出來了嗎 其實在今年我們看到的那個就業的狀態 我剛才有提到 有些產業其實尤其在電子產業 其實它招募是衰退的 可是什麼樣的人才是大增的 雲端跟軟體設計人才 這樣的需求是大增的 那也代表了就是說剛才提到 代工其實我們是很毛利很低的 可是設計的部分像三星你提到的 它就是以設計掛算 所以基本上如果台灣的轉型 電子業要轉型 基本上跟政府的政策其實也有關聯性 政府其實也在推動雲端 這跟軟體設計人才 所以其實在南部本來也希望 把軟體科學人區設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政府政策看起來 它是有一個引導的效應在 但是的確產業的轉型 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如果說到產業轉型 像那個中組長我想要請 像DRAM 他比如說像力金 他就迫不得已 他就自己轉型 那像那個 呂總裁他之前像華邦 他已經轉型成功 但是其他的 真的需要全部都轉型嗎 還是說其實有些公司 他撐著撐著 就可以撐到那個景氣來的 因為現在是從PC進入了一個 叫行動運算的時代 所以後面還需要一些行動記憶體 現在目前的DRAM廠商可以往那邊轉型 但是我們更重要 我們要在下一個出口去贏三星 那什麼是下一個出口 那就是一些四世代的新的記憶體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子來看的話 楊老師您覺得說 像您剛才講的說 就算他是幾兆的 是不是有些該讓他就 我想因為台灣人才 其實還是蠻多的 那這些人才怎麼引導到 有未來性的產業上去 那這個我覺得是政府在做這個 科技規劃的時候 要好好去思考 剛才講到雲端軟體 目前來講當然是有這個需求 但是現在需求有些是因為供給不足 只有過去的人才不夠 那過分投資 會不會又變成是一樣的狀況 一樣的狀況 不要緊記了就過度擴張 對 我們不知道 對 又過度擴張 有可能這樣子 好 感謝各位觀眾收看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我們收看《南部來台大》 謝謝 當台灣一切以香港作為流行指標 誰打破了港星帶給台灣流行音樂的迷思 曾經創下一年150億新台幣產值的流行音樂產業 為什麼頓時進入了黑暗期 我覺得唱片被消滅了 誰殺了台灣的流行音樂 我認為卡拉OK殺11月 11月18日晚間10點 青時代在唱歌 公式完整呈現 聽聽大自然樂章 看見大地的脈動 《偽創人文基金會》 與您一同喚起人與土地間的情感 她是個修車黑手 每天有修不完的車 還是一個頂尖賽車手 心情不好的時候來這邊吹一吹回去就好 她把車子擺第一 老婆早就習慣了 真正讓老婆介意的是她的大男人主義 真是很不浪漫的一個人 她也不會說好聽的話 哪一天突然輕聲細語的 她可能會嚇到我 我什麼都要拼她的 都不想因為覺得太大男人主義了 夫妻在一起難免有抱怨 然而婚姻的維持 往往是靠近的